第128集,江城愣了愣,一把甩掉魏无羡的手,叫道,滚滚滚。人家自己不会说要你说,魏无羡,蓝战就是我,我就是蓝战,我们早就合二为一了,谁说不都一样。 在场众人只有蓝网机能,正确理解魏无羡的合二为一,所以他顿时觉得耳根发烫。其余人等,对合二为一的认识,就是两个人好的像一个人,可以穿一条裤子的那种。 所以对于旺线已经合二为一这种说法,蓝益周和温宁不能更认同,不过江城肯定不同意,所以他吼道,合二为一,咱俩还穿过一条裤子呢,你他妈能代替我吗? 啊,魏无羡发愣,蓝网机毛子立马按下来,冷冷地瞪了江城一眼,一把拽过魏无羡的手,用力捏了捏,说了句魏英,走,就一大步跨了出去。 魏无羡哦了一声赶紧跟上,江城呆了呆,连忙跑上一步将人拦住,叫道,魏无羡,你给老子把眼睛摘掉,待会儿见爸妈你也这副鬼样子吗? 魏无羡,急什么?见的时候再摘也不迟,江城,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?你摘不摘?不摘我帮你摘。 说话就要爬拉到魏无羡的脸上去,蓝网机冷眼一扫,手上一使劲,猛的一拽,魏无羡不自觉地后退了一大步,江城也就扑了个空。 在江城瞪着牛眼就要发飙的时候,蓝网机将别在胸口扭扣上的墨镜摘了下来,慢腾腾地戴上,用江城看不到的眼神瞟了人一眼,说道,魏英,走,打车。 魏无羡,啊,江城有车啊,打车,蓝网机重复了一句,牵着人就走,魏无羡哦,提起腿就跟着跑,江城,喂,有车不成,打什么车,你们什么毛病? 蓝一周连忙上前一步,说道,江先生,您的车呢?我们抓紧时间吧。 金家别墅在蓝陵城外,一个典型的豪门别院,主楼就有五层,还有好几幢富楼,以及不下于上千平方米的大院子。 望线二人赶到的时候,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堂,前来吊咽的各界人士成群结队,时隔有九个戴了墨镜。 望线二人站在院子门口,看了看里面,又对视了一眼,不约而同地瞧起了嘴角,老板,你们这么快,我们也才刚到。 蓝一周和温宁迎了上来,也戴着墨镜,蓝忘机看了两人一眼,说道,嗯,带我们去见江总裁。 蓝一周,好,将近两家的人都在二楼书房等你们。 蓝忘机,嗯。 望线二人与将近两家人碰面之后,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。 蓝忘机看了看金自轩,说道,金先生,还请节哀。 金自轩精神违逆,神情恍惚,对于望线等人的到来,表现得有点漠不关心。 所以在蓝忘机主动和他说话的时候,也就只是点了点头,正眼已不看人一下。 魏无羡本就不喜欢金自轩,这一看到这人居然敢如此情满蓝忘机,就觉得他们不远千里心急火燎的赶来救援。 简直就是自作多情,气得藤弟就站了起来,指着金自轩就要开骂,却听到坐在金自轩旁边的江燕离开了口,谢谢。 江燕离声音清清柔柔,听得魏无羡心里意软,急忙应道,啊,江燕离,谢谢,旺鸡,辛苦你们了。 蓝旺鸡,魏无羡一口同声,不辛苦,姐姐辛苦。 江燕离,在座的都不是外人,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。 魏无羡忙抢着说道,好的,姐姐,我就问一下,之前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唐代是你陶勇,现在在什么地方? 你想干什么?金自轩貌似魂不守舍,关键时候确实一点也不含糊,听到魏无羡这么一说,立刻插话道,魏无羡,我要处理一下。 金自轩,你要怎么处理?魏无羡,一两句讲不清楚,反正你得让我处理一下,否则你们金家怕是不得安宁。 金自轩,你到底什么意思?什么不得安宁?我们金家的安宁,与一个陶勇有什么关系? 魏无羡,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关系,我得先看一下,我就只看一看,摸一摸,其余的什么也不会干,你放心。 金自轩,你还想摸一下,那可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东西。 姐姐,魏无羡觉得和金自轩实在是无法交流,只好向江燕里叫去。 还不带江燕里回话,江丰眠就站了起来,说道,子轩,金家最近发生的事情确实有备常理。 这也是阿里请来忘记,阿英的原因,可以的话你还是让他们看看。 金自轩,是,江叔叔,只是爸爸刚过世,我实在是不愿别人碰他的东西。 江燕里轻轻拍了拍金自轩的手,柔声道,子轩,线线是我的弟弟,以后也会是你的弟弟,不是别人。